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十二点钟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辅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来到了周六的时刻咯 在节目的一开头先来送上好听的音乐 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因爱多一点》 《因爱远给多一点》 这世界就会富足多一点 世事圆满 梦寐出家永不见 喜乐安康静永远 因爱多一点多一点 关键就再多一点 记得这迷绝多一点 记得这迷绝多一点 这一生快乐四身弦 生欢节如意 好事总贤 《因爱远给多一点》 《因爱远给多一点》 这世界就会富足多一点 世事圆满 梦寐出家永不见 喜乐安康静永远 《因爱多一点多一点》 关键就再多一点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 在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导读到的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唐生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完整跟大家分享过了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导读的话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Podcast播客当中 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的节目内容 而今天持续跟大家来分享 导读到这本 由太阳盛的导师所出版的 《幸福跟着来》的书籍咯 而这本书籍是透过了 读者提问导师回答的方式 来分享内容 而在上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六至七章 门前勤做工 后门尽丢得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六至八章 《纵欲是堕落的开始》 读者提问说 以前我是个很努力上进的人 后来迷上了户外运动 几乎投入所有的闲钱和时间 于是和家人开始产生对立 他们觉得我是中了邪 放着好好的前途不做 非要沉迷于此 我从事户外活动之后的两年 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日子 我想问问导师 我如此做有错吗 还是儒家人所形容的上瘾着魔了呢 而太阳圣的导师解答说 世间任何事情你不能够平衡圆满 就会产生烦恼 你说非要搞的24小时都在练身体 不需要吧 纵欲是堕落的开始 你认为这两年是你最快乐的日子 但有需要费勤忘食 不工作的运动吗 过与不急都是不好的方式 一切还是必须以中庸为标准处理世间事 不论是运动与否都是如此 要以中庸为准 要以中庸为准 分有动与把爱付出多一点 温度就会给我们 静心多一点 凡事总顺的上上前 静心多一点 尽其无生命 活付永远 活付永远 永远、永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六直八章 纵欲是堕落的开始 就像导师所说的 过犹不及其实都不是很好 当然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 可以让生活当中有所平衡 和调剂非常的好 但是呢也不用废寝忘食 该做的不管是工作 与家人之间跟其他人的相处互动 还是不能少的 所以要如何做这样子一个平衡拿捏 也要请大家呢 透过了智慧来做运用了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会来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 就是太阳神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六直八章 在下周的节目当中 持续跟大家导读书籍了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有书籍的内容分享之外 也会邀请到了 就是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一起来做学习的学员们 来分享在学习超马的心得和收获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就是超马的学员 凯华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凯华你好 那想要请问凯华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来认识超马这套的系统的呢 那其实会认识超马呢 我记得2019年的时候 我的朋友呢 来邀约我 他也是应他的亲家母 我们乌日金印节所托 他两台游览车 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 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觉得两台游览车的人数 他没有想到 就是将近80个人 他也不知从何邀约 他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只是非常的简单的想法 就是说他都来有所托 那我就是尽我的能力呢 来帮忙 那所以说在2019年的时候 也因为这两台游览车 就是那次的活动 大型活动 就是我们的庆丰年 那礼赞庆丰年 那所以说就进入了这样的林口体育馆 其实当下对这个系统 甚至对老师 其实凯华是不甚了解 因为没听过 没有听过 那也是就是简单的一种 邀约上面来到林口体育馆 那其实当下对音乐 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 不是对音乐很有感的人 所以当下也没有 对音乐有特别的感触 那凯华一直就是回来半年后 有一天 那凯华就看到自己的书桌上的那本 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当初金月学姐来跟凯华讲解 这个游览车的时候 跟着我们的村美妈妈一起来到丰园 跟凯华讲解游览车的邀约 跟这个大型活动的游览 那赠送了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那当下我对这一种是非常无感的 我就把它放在一旁 我也没有去看它 那一直到这个活动结束后 又经过了半年 那凯华无意当中去翻开了 这一本书的时候 是在导师的简介上 深受导师的那种吸引 我想一窥究竟 这到底是什么系统 那所以就在跟朋友跟荣凤姐 我就跟她讲说 我们来找找看 有没有究竟的学习的地方 就在丰园的地方 找到了精英会 那当下我们也去到精英会学习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恩加征学习 当初主持人家政学姐 她说既然来了 就不要错过下午的工修课 那就想说好一趟路 那就是连着下午的工修课 那我觉得在超马家人的这一种 大家互相提携的这种过程当中 我连续上了三堂导师的工修课以后 就在第三次 因为上课中导师讲到 他说超马 他是一个没有形式的 他也不讲玄学 只要你真心诚意 实修实练实证后 你再来决定 这个系统是否有如我想的这么好 你要不要进来学习 你再决定 那因为老师这样的一个 非常客观的一个说法 让凯华非常的越越欲试来试试看 那就这样子凯华就跟着每周的精英交流会跟工修课来学习 哇 在一连上了三堂的工修课之后 其实也对超马呢 有更多的这些体悟 那后续是不是也透过了更多的活动 一起来做超马的学习呢 我记得2020年开始 台湾已经进入疫情的一个阶段 那所有的实体课都没有 没有就停办 那凯华就是从老师的大型活动当中呢 每一次的音乐饗宴跟实作课程 虽然是线上 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任何想法 我只是听话照做 正是觉得在我能力所及的情况之下 我应该就是能做多少算多少 所以不管参与或者邀约有缘的善良朋友一起参加 或者是在购票上面凯华都是 定自己所能来做 也没有任何的想法 那就这样子跟着跟着 大概跟了一年多 在2021年的时候 开华发现 就是这样跟着 没有所求的跟着 就发现了自己有 在还没参加招马之前 其实自己是一个 多重新焦虑症的人 那也在长期使用药物 那经过到2020年的时候 我发现 我这个焦虑的状况改善很多 那其实当初 自己在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非常渺茫 2019年的时候 其实是我人生最谷底 我不管是家庭事业 甚至人境关系 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在经过很多的方式 求神 问普 改运 补运 总统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就没有得到一个要的一个答案跟出入 那却因为我在超码这样子跟着一年多以后 最先改善的是 我自己的健康状况 那因为当下老师有说 看完书以后 说心法步骤一二三 可是我真的做不来 因为光低一点要忏悔 我就不晓得我要从何忏悔而起 因为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觉得从小到大没有太多的错误 也没有对不起别人 也没有伤害过别人 我哪需要向任何人忏悔 那所以说当下这个心法步骤一二三 没办法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是也是在课堂上的老师 听到老师说要读地质规 我想说地质规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叫我们读地质规 那因为老师说地质规就是搜寻我们人生缺口 最好的一个放大镜 那凯华就是回来以后就上网搜寻了 蔡里旭老师的地质规 那透过地质规 我才发现我欲罢不能的听 而且一天里面听了积极 我才发现我的人生的问题是出在我的五轮不振 因为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没有做好 我的思维逻辑也非常的不对 而且我还喜欢参与别人的是非 甚至帮别人出主意 会以为自己很厉害 事实上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 那因为透过地质规 我开始直到要忏悔 那忏悔的当下 就是跟着做着这些动作发运的过程当中 其实自己也做得2266 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跟着跟着做着做着 2021年以后我的经济有很大的改善 因为那时候我原本在从事的那种业务性的工作 已经经济上有一个大窟窿了 可是因为我弟弟他开了一家85度席 邀请我过去管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加上把我原本做组织性的工作改成零售 所以无形之中我的单子也一直进来 那另外一方面在经营咖啡的部分也有收入 就这样无形之中把我的经济纾困了 当然是家里面的那种走理关系 婆媳关系 甚至是一些凶嫂关系 因为透过我的忏悔 因为我的无知无谜 对别人的误解震恨 我把他从心里把他纠正过后 无形之中很妙的 发现在跟家人面对的时候 懂得用爱与感恩来跟他们互动 这时候发现家庭圆满了 那也就解决了先生一些家里面 家产的一些问题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圆满解决 再来我对人的恐慌 因为受过这种人上面的一种 一种就是我们自己的无知无明 伤害到别人也伤害到自己 其实在遇见超码的时候 我已经把我的对人这个部分的心门锁住了 我不再相信任何人 也不再接触人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透过这样子身心灵的一个调和 然后加上知道懂得爱出爱烦 那也懂得烦是用感恩的时候 我发现我是在两年后 才能领悟到老师的歌曲 我才能入心入灵的体会到歌曲的意境 而且才能感动流泪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在超码里面 他无形之中 他就让我慢慢的 把习气也修得比较不急躁 那也把自己修得比较 就是人家说的口德上面 我们也比较不会滔滔不绝一直讲 那我们也在习气上面 也比较懂得对先生温柔 对婆婆 以礼相待 用爱与感恩 因为对所有的事情上面 甚至是对自己的子女 不再是用那种严厉跟苛责 而是要用爱来包容所有的一切 感恩他们所带来给我一切的 这一些学习 就因为这样子 我发现我的生活 越来越富足 然后你会发现 那个富足不是金钱上给予多少 而是行中的踏实已满足 所以说卡拉在钞码里面 就这样子走着走着的时候 其实我最大的感动是 老师他每一次的活动当中的主题 就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的 重新启发的一个点 那我记得很清楚 在2022年有一场六月份的人生总裁 生活台这个两天刑法课程 我在这个课程里面 有一些劲让我看到了 更加的知道忏悔的点 要做到到位的时候 因为凯华也曾经参与过太多 人家个人私人上面的家庭问题 情感问题 情急问题 所以无形之中我也沾染了 许多别人不好的那一种 我们所谓的负能量 那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心法里面 看到了有很多的景象 让我更加的彻底去忏悔以后 才把我两只双脚 因为那种皮肤上面的一种病 医生也没有办法 那种烂疮也给改善了 所以说呢 开花在钞码里面 非常的感恩太阳森德老师的视线 哇 开花一路的心路历程 其实也可以看到了一个学习的经过 从自己的个性习气的改善 到家庭甚至是工作经济的一个调整 真的可以看到了超码学习的痕迹 让我们能落实在生活当中 那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 想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的呢 其实他非常的科学 而且也非常的简单易懂 我曾经参与过道教佛教 甚至很多的宗教团体 其实呢 他们都很好 可是我们真的 智慧不足 没有办法深入精湛 那老师用这样浅显易懂 让我们融入在生活里面 面对所有的周遭的一切的时候 他居然是在无形之中 就在帮我们解讨 所以说非常感恩他杨胜的导师 那凯华也是从不相信 懵懵懂懂 到深入其中 到获益 到感受到那一种殊胜 就是在这几年当中 那凯华呢 其实呢 真的要跟很多的朋友讲 其实不要因为不了解而排斥 我记得我在邀约朋友的时候 不管是参加课程 或者是活动 很多人都会说没兴趣 也会怕说 是不是又是外面很多的那一种 不正当的一个团体 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智慧 就是曾经读过书的人 其实可以一探究竟 一探究竟如果不行 就如同老师讲的 不适合就离开就好 那如果可以适合这是人生当中 多宝贵的经验 他会为我们带来后面 不一样的人生的结果 改变生命的地图 不借得一径的要照自己的定数而走 这是让凯华最觉得深信不疑的 因为我觉得在太阳圣德导师的系统里面 我们都是导师最爱的子弟 导师无形之中 在这样宇宙当中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了 那自己也在每天的行驻坐卧当中 深知自己的对错 当下的忏悔 当下的一个反省 就是自己很大的一个保命符了 那在这里凯华 其实要跟我们很多的朋友讲 其实简单的相信 心门打开 就能够接受到天地的祝福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大型的活动 如果当别人邀约 其实只要他是正向的 我们都可以试试看 尤其是在这一次 我们的大型活动即将来临 黄金人生黄金屋 那我们也在这样子的一个批判之下 终于这一个班 这是心灵滋养班 终于在3月24号的时候 老师终于愿意为我们来 开课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我们都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期待 那凯华也邀约 鼓励更多的人一同来参与 简单的相信就是福气 其实真的听到了凯华的这样分享 一路以来的这个心路历程 其实也看得到这样子一个转变 而且在加入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在生活当中之后方方面面都有所转变 而且也让自己的心灵更加的富足 所以在最后也邀请大家 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不管是实体的经营会 或者是我们的大型活动 也即将在接下来所展开 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只能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超马的学员 来自台中的凯华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进行分享 凯华感恩你 谢谢 那祝福大家丰盛 喜乐富足 好拜拜 再次的感恩凯华的分享 每一个朋友们遇到了超马的一个历程 都不太相同 而且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要如何运用在生活当中 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也欢迎大家咯 如果有兴趣有机会的话 就可以一起来做了解 让我们呢在学习的路途上呢 有很多的朋友一起来相伴了 而紧接着呢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音乐作品吧 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一生为爱守候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的单元回来 富足人生千百问 就邀请到了太阳声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咯 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再继续回到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 我一生的守候 因为你一生为爱守候 我愿意彼此相依 真心相信 我愿意彼此相依 因为爱守候专寂 从今值得珍惜 用只爱的心守护着你 但愿你也会心想起 我愿意彼此相依 因为你一生为爱守候 我愿意彼此相依 真心相信 今生泪湿 足矣 从今值得珍惜 用只爱的心守护着你 但愿你也会心想起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在单元当中会透过了不同的主题 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一起来了解生活当中的各种智慧的累积 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谈了 因小失大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常常在生活当中 也是因为很多的小事情 想说算了啦 没关系应该不重要吧 但是发现在事后 这个小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大的破洞了 那是不是大家常常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这些因小失大的例子 我们要如何做弥补 或者是要如何做预防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度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友荣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 因小失大的例子 真的是比比皆是 在我们生活当中 像是最近在台湾 其实各种不同的感冒 或者是流感 甚至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好像最近又有一点点卷土重来了 尤其是在最近的天气 比较忽冷忽热 比较不稳定 所以身旁很多人都感冒 但是很多人感冒之后 不一定会去看医生 或者是好好的来照顾自己 可能就不多做理会 甚至是买成药来吃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生病 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 照顾保护的话 常常也会因小失大 拖延到了一个病情 在后续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康复 或者会是拖到了 更严重的一个病情 让我们自己身体 更加的承受不住 所以在生活当中 因此因小失大的例子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也倒是 这也是人生的经验 你比如刚刚讲说 生病要看医生与否 那么有些人因小失大 那失去的时候才觉得 哎呀 早知道前面就不要这么样的 算小了 对不对 那有些人 交朋友 天天跟人家精精计表 那结果 本来那个朋友 好好的相处 也许可以给他一条名路啊 会给他一个什么好的机会啊 那因为平常跟他斤斤计较 这么算小 来来去去 别人大概觉得 哎呀 这个人大概也没什么 所以有好的机会 也不跟他介绍 那结果就因为自己这么样的 小鼻小眼睛呢 又把好事搞砸了 那么或者呢 看到一些比较 似是而非的 这个社会的一些投机的 什么样的这个好事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职业啊 或者怎么样啊 那人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沾上了 那可能后面要花上 十倍百倍的代价 去给自己洗刷 把这问题解决 那这些我想这些 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层出不穷啊 很多人都遇到的 那真的静心下来想一想 各种可能性的发展 如果自己能够在事前 就想清楚弄明白 自己的智慧啊 越明 明白的明 或者自己的智慧啊 越足 你对很多事情的见解看法 下手的一个角度啊 做法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来说 人生还是要一直不断的 把自己的智慧打开啊 一步一步的往上成长 突破 那么智慧的成就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 急胸后腹来讲 是息息相关非常重要的 但是要如何打开自己的智慧 不要因此因小失大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要弄清楚 想明白了 像是我觉得在世界上面 最长因小失大的例子 应该就是贪图尽力 因小失大了 就是我们可能就看到 哇 走这条路是最近的啊 好像呢 做这个方案是最方便 最省人力 最省钱的啊 但是呢 没有在后面呢 全盘的去做思考 可能我们这个案子 已经执行下去了 但是才发现 这边的洞没有补起来 这边的人力也缺 这边的钱根本就不够 那我们可能看似 这条路非常的好走 但是没有想到 哇 后面的坑坑巴巴 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所以要如何 做全盘的规划 这其实是非常需要 具有智慧的野导师 最后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 人呢 是喜欢看到 亮丽的一面 对不对 但是人家说啊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大部分的人 他看到台上那一分钟 会觉得说 哇 好亮丽 我也要像他一样 但是他忘了 那个人是花了十年功夫 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后 那等到自己觉得 也没什么 我要来参加 我要来投入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职业 进去以后才觉得 哎呀 看到这一点点 这小点不代表全部 但是现在已经期待马上上下不得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提笑皆非 那么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人生也是一次的洗礼 那么看清楚都明白 那也许下一次避免了很多的自己的观念上啊 见解上的不对 可能就因此而成长 那我想这些真正可以让自己进步 那就是好事 但是如果不是这么回事 只是看到片面 但是每一次都是看到片面 然后每一次都是受害的那个人的话 那这个人生来讲就不妙 那如果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主角 那就要很小心看看 现在是要赶快悬崖勒马 能够赶快给自己扳回一城 要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做法 视野各方面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要赶快呢 找到了自己 可能需要做弥补 或者是还没有那么想清楚的地方 然后赶快去做补强 加强 不管是自己的能力啊 或者是在事件上面的一个补强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像是呢 比如说我们一个带子破洞 如果呢 你没有好好的先把它堵起来的话 哇这个洞可能会越破越大 后面可能就会有溃堤 或者是一发不可收 实的一个后果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 当然因小失大 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 在所难免 但是如果呢 因为我们这个洞 目前还是小小的 我们就要赶快把它补起来 不要让它呢 越破越大 这其实也是需要非常精准 然后也要很快速的 去做这样子一个补强补足的 一个行动也倒是 所以还是坐在原地 不但没进步 反而让自己 惹来退步的契机 沾着就好了 那结果 人本来是往正面走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天天好像都在被错误啊 在追着跑 那就很可惜 那如果自己想通了 一件一件的 很有一个自己的思维 在人身上 每一个时间点都对自己来说 不管是做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形成的结果 都是相当有意义的 那我想这样子 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或者你说像红尘 有那么多 这个诱因啊 有的时候你不觉得 我们就像上这个电脑 手机 本来是要去找个 什么主题的东西 就一上去 三个小时用完了 还没找到主题的 都被其他分心分道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红尘 有时候也是这样子 那自己是不是 真的能够为自己把关 其实这就是 每一次的 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分秒间 是不是都能够 把握住弄明白 搞清楚 我想这都蛮重要的 对耶 但是要如何去 真的想清楚弄明白 有的时候 真的也需要 多一点的一个智慧啦 像是呢 我觉得在最近呢 台湾 其实现在诈骗的案件 也是还蛮猖獗的嘛 那很多呢 也是因为要 贪图一些小便宜 或者是想说 这个投资啊 你只要什么 放多少钱 然后多久之后 就会给你多少的利息啊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很超值的投资 哇 可能呢 我们就是因小失大了 想说呢 花一点点钱 就可以赚大钱 那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呢 踏进去才发现呢 后面上当了 甚至呢 一点一点的 被骗光了 自己所有的积蓄 或者是所有的钱财 哇 发现呢 只是为了贪图 这样子一个小利 让自己呢 可能落入了这样子一个 诈骗的陷阱 真的是得不偿失 我觉得最近呢 这种诈骗的案例 其实也真的是 很多因小失大 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 也倒是 所以我不经常在讲吗 免费的永远是最贵的 对不对 你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利可图的 爸爸后面要花多少倍的利 当时的利 还回去还不一定抚平 那我记得有一次 好像我们也谈过相关的话题 我说经常人家说 免费免费免费 免费什么 结果你真的 把车开去了 那个免费 只要你开得去 他有没有给你免费 有 那一项是免费 但其他东西衍生出来的 比你真正按部就班 找一家车厂去修 可能要多出很多钱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网人大物中 在想下次绝对不要这么 贪图小利 但搞不好下次又去了 因为他每次的变化都不一样 对不对 这太吸引人了 那这还只是花多点钱 那你刚刚讲到诈骗 那又不一样 它也是让你觉得有利可图 对不对 但是它的那个利 让你看到的后面 那完全就是等于是一个断层 你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那如果在当时你觉得 世界上这么好事 不赶快把握太可惜了 那因为智慧的不足 经验各方面都没到位的时候 你就很有可能 对方在讲什么的情况下 你也觉得名正言顺 在他的怂恿下 你可能就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那很多人都有这样子 所谓的被骗 其实在原始的被骗的契机中 大部分都是在 利于否的一个引诱上 然后让当事者 进入到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轨道 所以这些东西 还是每个人的智慧见解经验 看法 是不是 以及灵敏度 对 这种我想都要配合在一起 才能够杜绝 现在在全世界 这诈骗 昌盛的年代 来做可能的一个智慧的防范 嗯 没错 我觉得这个诱因真的是 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抵挡住的话 真的会落入了陷阱 或者是因小失大 除了像是诈骗 尤其是最近呢 非常多的这种投资啊 或者是情感的诈骗之外 其实呢 有的时候 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 也会因小失大 可能我们想说 哇 这个第二个半价 或者是呢 你再加多少 就可以再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感觉起来呢 哎 非常的不错嘛 你可以用着可能 更低廉的价格 买到了更多的东西 但是是不是也被 这样子一个话术所骗去了呢 可能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但是买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自己实用 或者是需要的 可能看似呢 非常的便宜 但是呢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累积了很多很多 不需要的东西 也花了冤枉钱 可能一回首 看到自己满屋子的东西 才发现 哎 这个是那个时候 可能半价买的啊 这个是什么 加价够获得的啊 但是发现自己都完全没有用上 因此因小事大 因为被这样子一个诱因所骗了 感觉好像也真的是 自己没有想清楚弄明白 其实在生活当中 这样子被引诱的一个例子 也还真的不少耶 导师 只要在讲这个呢 我就想到 早些年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到了美国大卖场 你会发现 哇 这个量都好大 一大包一大包的 那一般的人就是 你看他那个购物车上面 哇 满满的 满满的 那我就在想 他这个是不是到底真的便宜 与否 就把他这个总价 比如说这个卫生纸 对不对 那么一大包 真的算一算 外面跟他到底差多少 好像也还好而已 对 但是人就会觉得 哇 这么大 这么丰盛 不多囤一点 怎么对得起自己 去跑那么一次 对不对 对 所以 人在那个情况下 你就会觉得 多搬你回家就是赚 对不对 但是搬回家 就像子龙讲的 搞不好用不到 对呀 搞不好买错了 搞不好怎么样了 对自己来讲 是真的赚到 还是损失到 见仁见智 那我讲这些呢 跟自己的 这个 红尘历练啊 以及对于世间 很多事情 有没有看明白 一些经验啊 逻辑的通晓与逢 我想这些 必须是都到位 你说有一点没到位 当局者迷了 他真的想买的时候 你家不要买 他觉得很难过 你知道 那有时候就是变成 买下去 后面要花了 这些学费 才学会 是不应该这么样的 让自己 想买就买 应该要多 客观的评估 但是我想 这跟每个人 他的条件与否 也是息息相关 你说去大卖场买 有些人 他买得很精准 然后他 也不是没钱的人 但是他就能够 掌握住 他的人生 那这也是一种 在大卖场里面成功 这种 平常添购 一些日常用品 次次或渐渐 都算得精准成功 而让自己在各方面 都可以稳扎稳打 胜利再旺的 这样子的一种氛围 那也是一种练习 还是说 在这个大卖场 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 促销的情况下 自己就没有办法守住 然后买了也产生烦恼 没买也产生遗憾 那都是让自己心里 拨好受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 因为因此而让自己的能量 可能在什么地方 就可能流失掉了 那对自己的 身心灵的 可能的一些帮助 就不像原先 能够在各个情况下 都很优的 这样子的条件 结果里 给自己带来的各项富足 或者是一片看好的成绩 我想这些东西 每一步的重要与否 在当时可能还没看到 一段时间再回头看 如果每件事情 都是让自己 净分得标 那人生顺不顺遂 已经不需要再来争辩 而如果没有真的抓到窍门 就是以一个小利 或者是怎么样的理由 让自己就乱了自己的正脚 或者是在很多的计划上 看法里 有跟实物上很大的落差 那事到什么时候 才是一个结论的停损点 这又是每个人的智慧 所以事情可以 有很多的大小演变 产生自己成功或失败的人生 吉凶祸福的一种累进 那么刚好在这个题目上 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共勉 能够早一点未雨绸缪 早一点给自己 多一点成长提升的空间时间 以及看穿许多真理 在我们人生上 是不是要来做某种的一个逻辑上的天进 来给自己更多的火候 我想这都很重要的 夏的每一个决定到底是加分减分 是成功还是能迈上了英小师大之路 其实我们真的要弄清楚想明白 但是要如何透过了自己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智慧来做每一个好的决定和决策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不过呢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吧 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爱长心田 在待会儿的音乐之后 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了太阳生的导师 为大家做提点 生命就在呼吸之间 苗铃舞就在一面之间 爱恨就在无常之间 心心相连天地间 幸福绵绵绵绵绵 总是有缘 孤似花成片 插了指尖 生生世世 伏绵绵绵 回眸瞎 回眸瞎 回眸瞬间 就种各善愿 携手总好 每一天 爱长心田 不离不离 不离就在笑谈之间 不离就在笑谈之间 就在笑谈之间 瞬间你竟总在 转眼前 转眼前 从你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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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界之间 相知相惜 幸福间 幸福绵绵 总是有缘 孤似花成片 插了指尖 身上是幸福绵绵 回眸瞬间 就种各善愿 携手总好 每一天 爱长心田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 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 每周六 中午11点钟 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跟大家谈谈了 不要因小失大的问题 但是要如何 透过了智慧 和自己的一个 好的方式 来做一个 面对选择的 好的可能性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持续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 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 导师持续聊 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容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呢 因为这一时的 上一次这样子一个 富气或者是 讲出了什么样的 一个气话 让后面的事情 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对在人际的 过程当中 也常常会因此 因小失大 那到底我们又该 如何去做 这样子一个调整 或者是改变呢 最主要是 最主要还是要自己 有没有看到这里面的确 加或减对自己的影响深远 那么真的能够理解其中 那你出去跟别人的互动 你就不会随时跟人家为敌 对不对 来做可能的一个对立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分歧 那尽量呢 就是在自己的智慧里面 来给自己或别人 做一个很圆满的桥梁 在沟通上 在互动上 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你都看到 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呢 我们其实没有在意别人 对我们的不该 或者是什么地方的过少 那么我们还是一本初衷的呢 与人为善 跟朋友的互动啊 都是一切尊重的情况下 能够真的这样子变成 自己的一种氛围 我相信在人生中 可以避掉很多的 不该遇到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或者是你说在福分上 如果你不跟人家计较 是不是属于比较得后之人 那么天公疼汉人呢 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讲 天公也特别的倦爱他 那是要这样子的被倦爱呢 还是要自己的厉害的思绪 嘴脸 来为自己在红尘里面 某各种可能性的好处 增进啊 那是不是能够如愿呢 这些也都是非常 主观客观上 要特别留意啊 自己期待的 这个每个人向往的 诸多憧憬 是不是自己要就会有 还是说在努力上 这个天地就会给 还是说不管怎么努力 就是与这个绝缘 那这里面他所影响的 以及关联性的 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 那么明白 在今生上 要很多的时间呢 你都会很纳闷 为什么别人做一点都会进步 为什么我做那么多都不会进步 也不会有好的机遇 那么希望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 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 长久以来就已经达到了 很多的共识 你就会更加的容易来看 来解读现实的人生中 自己所面临的各方面 以及别人与我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被理喻的程度与否 其实可以给自己来打个分数 感觉呢 真的在做每一个决定 或者是我们要讲出每一句话之前 都要先三思而后行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要先想过 再讲出这个话 或者是做这个决策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非常的困难的 尤其有些人可能就是 比较冲动 或者是呢 觉得说 哇我就是要出这口气啊 这是我的面子问题 但是呢 就没有想到后续 可能会衍生出来的这些 可能后续合作上面的问题 甚至是在人际互动当中的 一个破口 但是要如何先想后行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也非常需要智慧 要如何去做这样子 一个生活当中的恋心呢 导师 我们经常说介事恋心嘛 就是说大小事情 顺利啊 我们都把它看作 很殊胜的一个 进步的机会 给自己 没有什么怨言的可能性啊 这个不是说压抑自己不讲 而是把自己很多 不好的 不管是遇到的人事实地物 我们都能够用智慧来化解 用我们爱与感恩的这种 德性与力量来做可能性的调整 你就会发现人生因此就顺了很多 那自己的际遇 以前怎么样的跟人家的计较 怎么样的不饶人 也没有现在的 随时就得像拿你来的一个礼物 随时就别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恩惠 我想这些东西还是自己 如人以水能软自知的遇到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这边讲就是一个大前提 而这里面呢 其实在我们超级视频码的系统里面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完整明白 只要大家能够稍微好好的运用 你会看到你的际遇就跟别的学员一样 不管全世界在哪个角落 只要一操作就看到好事 那么真的可以如此的话 那不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那如果真的可以 这个社区 国家 甚至于全世界 大家都是赢家的时候 我们整个世界才是真正亮丽的世界 我想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共识 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对于我们地球上每一个人来讲 不但好事连连 而且对于自己有所交代 对于我们的子孙有交代 祖先有交代 各种都是在自己的一个正性正念中 做出正对的决策以及做法 来让自己或者是别人看到 我们因天地的真理的落实 不急不忙 各种非常笃定的 做到对的事情 对的氛围 那么当然相对来讲的 许多对的结果 就会滋润了我们的人生 今生不留白 自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美满 这是非常重要的 感觉就是换一个正确 或者是好的方式来做思考 像是我们在比如说购物 或者是想要省钱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想一下 虽然说A的方案是比较省钱的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的牢固牢靠 B虽然说会花多一点钱 花多一点时间 但是它的成果效能 可能会在后面 会是比较好比较OK的 又或者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或者是在人际的关系上面 也不会因为想要争一口气 而让我们自己失了面子和理子 其实我发现 在学习超码的一个历程当中 真的就是换一个方式来做思考 做一个更加同盘的一个了解 所以其实可以运用的超码的一个系统当中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越变越轻 越变越明来到时 我想这个就像家庭作业 Homework 有没有真的如实的一件件的做完 真的做完 你会发现自己就一大进步 每天都可以进步一点 自己就会发现 一段时日在往以前看 哇 相差甚远 那真的这样子把自己的信心 火候都调动起来的时候 那你就会更加的有理由 有志向 而且有这样的决心毅力 更加的往前行 做对的事 那这就变成在一个善心循环里面 来享受这个人生 本来就应该在对的氛围中 天地的眷爱里 来看到自己真正的各项成长与进步 那真的就是一件美的事情 如何呢 透过了一个好的方式呢 来找到了一个对的方法 让我们在做任何的问题决策 或者是在人际互动当中 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呢 其实呢 也邀请大家啦 可以透过了超码的系统 一起来做了解咯 欢迎大家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找到了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在手机当中 也有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的手机PP 在当中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外 也会有活动课程的消息 那在我们全世界各地 也有圆满人生精英会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会一同来导读 分享到的是 太阳生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也有读者学员们 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 所以也欢迎大家咯 可以透过了 不管是实体的课程 或者是线上的一些资讯 来先行做了解 又或者大家对于超码的系统 或者是我们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APP 来询问客服人员 又或者大家想要更加实际 打电话来做询问的话 大家也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 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周一到周五 拨打电话到台北这边来询问 我们的台北的电话 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透过了各种不同的方式 一起来做学习 在我们面临到了方方面面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次下的决定都是加分 在我们每一次面对到了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都会继续的用着正确的方式 正确的逻辑观来面对处理各种不同的事情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次的感恩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上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 感恩导师 谢谢子龙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上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 在每周的主题都大不相同 可能其中也有你自己心中的困惑 所以也邀请大家咯 也可以透过了声音广播一起来做学习 除了我们的广播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之外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播客当中 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也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的完整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咯 而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也要到此告一段落咯 在今天节目最后来送上比较有活力的音乐作品咯 同样是来自唐生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 爱的节奏 在音乐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来 中友的节奏 好时都来走 最小米tempo 是爱的节奏 感到爱通透 现在或以后 这爱的节奏 中友的节奏 好时都来走 最小米tempo 是爱的节奏 感到爱通透 现在或以后 太豪高 生活天地就饮着节奏 终点在于看不看的头 有没有把我抄马步走 随时刻有 渺渺相守 用爱的节奏 不凡就够 天涯海角从人迷人 也遨游 甜甜一哟 品味可够 多爱也太多 重要的节奏 合适的爱错 在笑你添泡 是爱的节奏 感到爱通透 现在或以后 这爱的节奏 什么天你就饮着节奏 终点在于看不看的头 有没有把我抄马步走 随时刻有 渺渺相守 用爱的节奏 用爱的节奏 不分就够 天涯海角 从人迷人也遨游 天天一游 拼来个够 多爱也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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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从人迷人也遨游 天涯海角 天天一游 平味可够 多爱也太多 能唱着爱的节奏 能唱着爱的节奏 天天幸福 足够 轻心秀 圆满成就 好时点点 很唱着爱的节奏 渺渺相守 多爱也太多 轻心秀 天涯海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